吴磊终于勇敢表白赵露丝,一段真挚动人的爱情故事正式开启,洒花祝福,第一次见面就爱上对方的浪漫情缘,让人感动得泪流满面,雷子的细腻表白真是让人叹为观止,展现出他温柔又细心的一面,快来跟八姐一起领略这段爱情的魅力,感受纯粹爱意的一出。 吴磊和赵露丝,他们是朋友,从合作就彼此默契,互相关心,吴磊对赵露丝的关心和支持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友谊,只是一直没有勇气表白,但是,命运就像一场精心策划的浪漫旅程。 终于将他们的心灵连接了起来,先说说赵露丝吧,他穿着一身精致华美的长裙线身,美德就像是从画里走出来似的,每一个镜头切换,每一次微笑都让人忍不住,想要截图保存,然后是无垒啊。 他那帅气逼人的西装打扮,简直就是少女心爆棚的标配,两人站在一起时候,那种青春洋溢,活力四射的气息,简直让人一不开眼,最让人津津乐道,意味深长的还得是他们之间互动。 记得颁奖环节时候吗?当主持人念到赵露丝名字时候,吴磊那微妙又暖心的眼神闪过了什么? 好像有千言万语藏在眼底,但又说不出口,而赵露丝拿到奖项后,回过头朝吴磊投去感激的一片,哎呦喂!这细节我能看一百遍! 更有趣的是,粉丝群体内部哦!他们可真是比FBI还厉害呢! 每个动作,每个表情都能分析出海量信息,比如有人说赵露丝转身时故意减缓了速度,以便与吴磊目光相交,也有人发现吴磊站立姿势略显紧张等等, 这些分析牢牢叨叨,在社交平台上掀起了不少波浪,而且你知道吗? 这种关于偶像之间微妙关系的描绘和解读,可是引发了网友们无限遐想。 大家开始联想到两位主演合作过剧集中角色间甜蜜互动场景,并且纷纷表示希望他们能够再次合作新剧。 昔日大火的CP赵露丝和吴磊成为了众多美光灯的焦点,尽管众人的视线都聚焦在娱乐圈内其他大热CP, 比如杨子邓维、王鹤帝田锡威等。 然而,赵露丝和吴磊的出现却在不经意间秀出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。 媒体和网友们发现,尽管吴磊和赵露丝并未同台,但一些微妙的细节让一些CP粉直呼磕到了。 这次微博盛典,吴磊荣获年度卓越艺人荣誉。 而他的作品在暴雪时分也获得最受期待作品奖项,在领奖发言时,镜头却频繁切换到台下的赵露丝,他微笑着鼓掌,眼神十分温柔,仿佛有星光在闪耀。 这个瞬间让一些眼尖的CP粉捕捉到了一些令人心动的细节。 赵露丝的眼神十分专注地注视着吴磊,眼神亮晶晶的仿佛有星光在闪耀。 这一刻,不仅是领奖的吴磊,台下的赵露丝也成了关注的焦点。 CP粉表示,赵露丝在吴磊上台发表感言的过程中一直盯着他,全程看还鼓掌,让人感叹两人之间的默契。 虽然这一晚,吴磊和赵露丝的位置相隔颇远,但一段视频却显示吴磊多次偷瞄赵露丝,引发了网友的热议。 这一次微博盛典的现场,不仅有奖项的辉煌,更有赵露丝和吴磊之间微妙的目光交流,让粉丝们深陷其中。 对这对明星之间的关系充满了无限的遐想,颁奖时刻成为这对CP粉丝们津津乐道的亮点。 吴磊获奖的刹那,镜头不期而至地切换到颁奖台下的赵露丝。 此时,赵露丝换了一个新的造型,披上毛衣,微笑着鼓掌的画面被镜头捕捉得淋漓尽致。 在滤镜的渲染下,他的微笑显得格外温柔,眼神更是眯成了月眼,仿佛是为吴磊的荣誉而欣慰。 这一幕在屏幕上展现的瞬间,粉丝们不禁感慨万分,赵露丝的眼神仿佛在这特殊的时刻都充满了对吴磊的深深祝福。 意识到有镜头在拍摄的瞬间,他的眼睛更是眯成了月眼,仿佛在为这一刻的美好瞬间增添几分甜蜜。 然而,镜头并非只是停留在赵露丝身上,颁奖现场,CP粉的眼睛同样无时不刻地聚焦在吴磊身上,他领奖的瞬间,赵露丝不离不弃地用目光紧紧跟随,眼神亮晶晶,仿佛星光在眨眼间闪耀。 这段镜头被CP粉捕捉到后,立即引发了一番热议,粉丝们纷纷表示,赵露丝在吴磊上台领奖的过程中的关切神态,以及他眼中的星光,都充满了对吴磊的鼎力支持,颁奖时刻成为这对CP互动的高光时刻,不仅有奖项的荣誉,更有两位明星之间微妙的默契与关切。 将整个盛典的氛围推向了巅峰,这样的CP互动也让网友感受到两人之间的真挚友谊或更多的情感,让微博大会增添了一份浪漫而温馨的色彩。 CP粉们对于两位明星之间微妙细腻的互动表现出了极大的敏感性,他们发现了更多令人心动的瞬间,尽管吴磊和赵露丝并未在同一舞台同框,但这并没有妨碍粉丝们捕捉到一些令人瞩目的画面,特别是在颁奖台上。 吴磊发表获奖感言的瞬间,镜头却频频切换到赵露丝,这时,赵露丝的表情变化自然而真挚。 他微笑着鼓掌,眼神温柔,他仿佛置身在吴磊的荣誉之中,为他的成功而欢欣鼓舞。 CP粉纷纷表示,这两分钟的特写镜头中,赵露丝的关注与祝福无时不刻地体现在他的眼神中,在颁奖时刻,吴磊站在聚光灯下,而赵露丝则以他独特的方式表达对他的关情。 网友们戏称,这一瞬间,吴磊发表感言。 可谓一晚上白干了,因为赵露丝的注视就像一盏温暖的聚光灯,只为照亮他的成功。 当吴磊的声音传达着对赵露丝的深深爱意时,赵露丝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般的世界。 他被雷子对他的真挚情感所感动,泪水荡漾出他眼中的晶莹湿润。 这一刻,两颗心紧紧相连,仿佛整个世界都为他们的爱情故事合奏着美妙的乐章。 这段真挚动人的爱情让人为之动容,从最初的默默关注到现在的表白。 吴磊与赵露丝之间相互扶持,倾心相待,展现出一个样样都合拍的完美搭配。 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一段浪漫的爱情,也是相互成长的旅程,他们在彼此的陪伴下,踏上属于他们的幸福之路,也许正是因为他们之前的默契与默契,吴磊和赵露丝才能够用心灵交流,碰撞出爱的火花,相濡以沫,相伴一生。 他们决定一起面对未来的挑战与困难,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,洒花祝福。 这个不期而遇的爱情故事给了我们更多对爱情的期待和希望,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,只要真心相爱,勇敢表白,美好的爱情就会降临在我们身边,感受到了这股吴磊和赵露丝的浪漫势力。 相信你也有了自己满满的爱情期待,他们的甜蜜故事让人心动不已。 这对情侣的深夜约会吸引了无数目光,他们的爱情实锤让人纷纷为之欢呼,而无路可逃这句口号更是成为他们甜蜜科剧的最佳代表,引发了无尽的共鸣和热议。 在这个繁忙的都市夜晚,吴磊和赵露丝选择一起漫步街头,享受着宁静的时光,他们手牵手,亲密交流,丝毫不在乎路人的目光和嘈杂声,这样简单而又幸福的时刻,见证了他们之间真挚的感情和亲密的默契。 吴磊和赵露丝的故事是一个充满着甜蜜和温暖的爱情童话,从一开始,他们的各种默契和相似之处就让人惊叹,他们有着相同的兴趣爱好,相似的人生观和价值观,更重要的是,他们对彼此的真诚和关爱从未停歇。 吴磊可逃这句话成为了吴磊和赵露丝之间的口号,深深表达了他们对彼此的坚守和对未来的承诺,无论是遇到任何困难或挑战,他们将一起面对,永不放弃,这句简洁而有力的口号也被粉丝争相转发,成为了他们的代表标语。 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支持,吴磊和赵露丝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展现了美好的爱情故事,他们也在影视剧作品中持续给观众带来惊喜,他们的甜蜜科剧一直备受瞩目,每一次的互动都让人看得心仰难耐,观众们纷纷为他们的表演点赞,期待着更多精彩的合作作品,这对青年情侣的故事是如此打动人心。 他给我们带来了对爱情的美好憧憬和希望,吴磊和赵露丝用他们的行动像是人证明了真挚爱情的力量,让人们相信,只要有爱,就有无尽的可能,让我们一起为这对勇敢表白的恋人们鼓掌祝福,期待他们的爱情之路越走越甜蜜,共同创造属于他们的幸福故事。 吴磊和赵露丝,没有什么比相互守护,陪伴一生更美好的事情了,愿你们的爱情像绽放的鲜花一样美丽绚烂,永远幸福快乐。 洒花庆祝他们的爱情,洒花祝福他们的未来。 洒花庆祝他们的爱情像统伙伴一生有什么爱情 Olhaange air,红少年 bek来,红少年入境人羽 idea love,居然美 course欢迎这种ming错 where,会人家友営他们的爱情。 感谢观看